鄉親啊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我是曾廟宏 掌教授 電機博士 今天來這裡看我們鄉親 九嵐地式 九嵐什麼地式呢 來呀 下個來 一生都在說謊的李人蔡英文 蔡英文 你真的是台灣的敵善 賈博士蔡英文 陳婚 沒有論文 假的證書 當高官 拾後路 貪張王華 虐待百姓 然二十八天之後 淨婚小 什麼說 因為 早上我回醫院 去回三金總醫院 去回診 檢查一下狀況 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 繼續聽一下 Headline 一生都在說謊的李人蔡英文 台灣的敵善 賈博士蔡英文 你的成婚沒有論文 假的證書 當高官 拾後路 貪張王華 虐待百姓 我們二十八天之後 見婚小 要怎麼說呢 因為 昨天 彭文正 彭博士的節目上面也講了 他收到 Michael Richardson的E-mail 通知 Sherdy Sherdy 也收到 Michael Richardson的E-mail 他昨天 因為 我昨天 昨天在看E-mail的時候 然後 我還有注意到 但是呢 因為我昨天去三金總醫院回診 結果 先說一下我的狀況 結果那個 心臟血管外科主任 林宜璋 這個醫生 他就跟我講 欸 陳博士啊 你這個情形 我跟他討論 討論病情 我說 欸 賀德昏 賀教授 他跟我講 講說 他們同學 這種心臟的問題 他們開刀 這個顯微手術 三天就去他家喝泡茶 聊天 開 你怎麼會動那麼大的刀 林宜璋 他剛剛 大夫跟我講 主任 他是主任 他說 他們講的是不一樣 他們講的是那個支架的問題 支架啊 支架你去年不是 一下子就出去了 我說對呀 去年 我白天一用完了 連晚上在那邊睡覺 我都不想 我就回家去了 結果他說 要搞清楚了 我這個是bypass 就是搭桥 這個搭桥手術 日本的老天龍 還有克林頓 他都現在都做了 做了這個搭桥 bypass的手勢 但是他看過了所有的case 說 哇 陳博書 你的恢復能力 是他看過頭部的 說我的恢復能力 在這裡 我就要打 下我們很多鄉親 我們很多鄉親 你知道我心中有一個總控 關心的都來 這個 像那個邱 邱怡婷 他就送給我那個瓜拿那粉 還有呢 我們酒店的 他就送我這個 智利的馬卡 他說都是管智的 結果因為他們 太誠懇 他們講得非常誠懇 所以說 我就聽他們的話 我真的就吃 吃了以後呢 我還跟那個儀彰醫師講說 主任講說 我感覺 我聽了他們話 吃了 這不是藥 這是一種保養的食品 我吃了以後 我感覺 我整個生理現象 恢復過來 而且 因為我天天都很忙 很忙 所以說 生理好像 生理上很多都在凋謝 但是呢 我感覺 我的生理現象 完全恢復到差不多40歲左右 真的 嚇嚇的 明明 所以說 在這裡 很感謝 我們很多鄉親 有的鄉親 再來跟我說 說 你 你這個不怕 我沒有政主嘛 我一桌就不想政了 所以說 那協弟 我 台南理中的協弟 白河的 張孝馳 他就特地 又寄了那個 衣為禁術 你們白人的觀眾 放在那裡 如果你有狀況 最好不要用到 如果有狀況 就撒起來吃 那個誰啊 那個 美女就跟我講 一三五 各吃一顆 第三天 第三次吃就搞定了 我希望 但是 我們鄉親要知道 這一個 這一個 Omicron 這個Omicron 它的非常的現象是 喉嚨如刀割 喉嚨如刀割 所以說 你當你發現你喉嚨如刀割的時候 你也不要去閃閃避避 你已經中獎 你已經中獎了 所以說 讓我們親喉嚨 因為我知道 昨天我也收到 Michael Richardson 他的E-mail 我們先說 Pox在說話 所有 出門 他運用國家資源 到英國去 一正上英國倫敦大學上下棋手 然後似乎都這個鞋棍 配合他在倫敦大學上下棋手 一正亂搞 搞得 搞得 一代中良 彭文正彭博士 被弄到 被通緝 夭壽 我跟你講 昨天彭文正彭博士所講的內容 我聽了 真是的 全部都是對的 那我要強調的 我要強調的 結論 Pox說話結論先說 來 我們聽一下 這是Michael Richardson 給我的E-mail 我的結論 我把後面那段結論 Judge Makina Order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to response Within the 28 days 就是說 Makina 這個法官 命令 倫敦大學 LOSE 必須在28天之內 對 這個不公的判決 這個錯誤的判決 做出動作 你要修正 什麼 什麼 蔡英文的 你把所有蔡英文的學生記錄 通風給他拿出來 這不屬於 這不屬於 這個 私人的那個 來 這是Michael Richardson 他昨天給我的E-mail 昨天給我的E-mail 他這樣寫 Greeting 我們應該好好慶祝一下 Information Rebued Tribunal Judge Tribunal Judge Essing Machina Has Rule That LOSE 你說 這個法官 Makina Tribunal Judge 這個法官 Makina 他 裁決 LOSE Violate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rt 英國論文大學 LOSE 已經違反了 資訊自由化 In its Denier of Thesis Examiner Identify Identity 在 在論文門的 Viber 考試的Internal External的 Examiner 考試委員上 沒有確確的講出人 只要是Makina 描述 State LOSE 你敗訴 你所講的 你所講的 你必須 做出動作 你必須做出澄清的動作 來 如果細節的話 請看以下的內容 這是Michael Richardson 給我的E-mail 好 我們去看 先掌堂 快速 �itt vermlle 東西 點公 點公 悠悠 哀悠 笑笑 今晚不停彼得帮 我母沙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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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不停彼得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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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看了彭正彭博士的YouTube 彭正彭博士吧 我们这边看一下这张 这个叫做 法官 Information reviewed Tributor Judge Alison McKenna Found 他发现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Embiolus 他违反了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知性自于法 In蔡英文的CC Controversy 在蔡英文的论文门的可受争议的这件事情 这个法官他直接判定 你这个伦敦大写LOS 你给我乱讲 你违反了 知性自于法 在蔡英文的论文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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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话题上面 这个controversy 就是争议的话题上面 这是 这是Michael Richardson 他给我的细节的里面的内容 所以说 所以说 听到 我跟你说 Michael Richardson 他真的很用功 而且他都有Email给我们这几个人 我都有看 我都有看 所以说 我看到彭云郑昨天讲的内容太好了 那我再 因为我早上去评他 没办法 所以说 好 来 我们相比照于 一个外星人 一个外星人 他叫薛青昌 他跟他说什么 我就讲 今天我听到某个外星人 我们台湾人 世界无知排名倒数第三 仅算印度跟中国 我们台湾共移民 我从小开始 读Republic of China 中华民国的教育部的书 最后 我透过博协审问圣诗名便 独行 一个一个 当我 从台南二中高中毕业以后 我到中正理工学院去读书 读书的过程 我每次 礼拜六礼拜天 伟人总是孤独的 我一个人就出去 听我想听的 看我想看的 学我想学的 诶 因为我的人格特质 伟人总是孤独的 我都一个人单独做书 除了大家的手 大家的手要团队 大家的手要团队 来 结果 我发现 这个薛青昌 这个真的是标准外星人 他竟然来我的YouTube下面给我写说 伦敦大学官方在2022年的2月3号 发表声明已经确认 蔡英文有提交博士论文 而且经过 可识的考官简合通过 以1984年2月 获得博士协位 真相已经大白了 彭文正门 就是我 气急败坏 故意再污蔑扭曲 为论文 为提交 为获协位 真是 我们这些人 真是可恶至极 我说给你听 小弟 电机博士 对啊 我跟你讲 我的成长 真的很 真的也是很 也是很 就是说 我的成长 也是很 天欢夜谭 因为我在台南里中 在台南那段时间 我受到我的家庭 我的族人的影响很大 所以说 我又是一个行归道己 比较不会叛逆的小孩子 所以说 我接受 中华民国教育部的 课本的规定 但是呢 我认识 你跟他认识 以后呢 我拥有了 跟他特殊 大家同样 我有吃有住 又有零用钱 足够的零用钱 让我 自己的思考空间 能够彻底的爆炸 不然我在台南 诶 我一个同学叫张风张 我台南里中的玛吉 我女儿的干爹 他就跟我讲 依照我的命盘看起来 我必须 离开台南越远 就越不会受到台南 的家族的人 的期盼 你如果你的独立思考能力的话 你就会大明大晃 而且大红大智 我真的按照他的意思去做 我 我 决定我自己的人格思考 结果 夭壽 我现在的意思是说 我 透过 博写 审问 圣诗 明辩 笃行 各部做 去实践 去确认 我在 我所受的教义 那本书本 里面写的东西是对的还是错的 要求啊 全部都是错的 全部都是中华民国教育部编的教科书 全部都是在骗你的 什么开罗和约有的没的 让我整个精神 整个思想上面都彻底大爆炸 这个外星人薛金昌讲说 彭文正们 乱来 彭文正是一个非常Qualified的博士 小弟 我一路这样考证下来 彭文正是对的 彭文正是 是可敬佩的台湾小孩 这也相当potential的台湾小孩 所以说 彭文 你应用国家机器 你应用国家资源的宣传 并且重金收买 伦敦大学里面的乱七八糟的一堆狗屁老兆 似乎都在里面再给你乱搞 再加上1450网金宣传 现在1450的网金 扮演着上世纪 国民党时代的警种 警种是抓人 怕人 乱人 泰人 所以说 国民党要让台湾重新恢复很难 因为台湾人 国民党要让国民党 在2个星期 在2个星期 那时 你拐 拔 弄 造成太多烟害 所以说 台湾人 不可能还给国民党 尤其国民党 现在 还要扯 共产党 驾马 我说给你听 你应我没求 台湾人 头前那条小 七十几天前那条小 想要给你打 我说给你听 所以说 台湾现在想要逼 就是不求圣洁 笨蛋学生 我以前在台南二中的时候 我也很乖 按照教育部考试的东西 开楼合约 问答题 要杀得多漂亮 结果呢 笨蛋学生 所以说 台湾人 必须要 彻底的降落 中华民国的教育 教育部 要拼拼 我说给你听 我不是说 司法部要拼拼 我不是教育部 要拼拼 我说给你听 来 只有读 ROC 教育部课本 编的课本 ROC 教育部编的课本 你完全follow他的路而去走的话 我肯定讲 台湾人 你就变成全世界倒数第三名的无资的学生 你出在外面 你买人家买家 你应该没那么多人想问 一个人家就认为你是植栗巴里面的那一 那个破桶烂铁 坚本 真的买人家买家 你就觉得 人家说你无资 你怎么讲出这种东西 所以说 台湾人 教育部给你的东西 你必须要有孤独的人格 去博写 审问 盛师民辩 独行 我现在 更换的来说 台湾的台派 独派 当 蔡 你们是不是全部都被蔡英文收买了 当这个贾博士 蔡英文在追杀一代中娘彭文正彭博士的时候 台湾的台派 独派 你们是站在什么角度 你们是不是协助蔡英文在批判彭文正 你们跟彭文正划清界限 甚至 他们说 我是 我是中政 你教育的 他是均衡的 我是国民党派来卧底的 哈哈 我跟你讲 小弟 对就是对 不对就不是 就是不对 这些贾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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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派 独派 你们跑哪里去了 你们协助这个 中华民国的贾博士 去追杀一代中娘 彭正彭博士 甚至污蔑 我是国民党派来卧底的 头到有问题 来 现在台中 潘兴仪 她有一天 这个潘兴仪 她有时候她会打电话给我 她突然丢出了一些 河门子弟的 的规矩 我一看 因为台湾人姓小 我从小时 我在中华 我在台南市中华 在我 还没有搬到公园国小后面的 的宿舍 我以前 国后三年以前 我住在台南市中华 九十一盒 小华还是九十一盒 夭壮我都住九十一盒 在台南市中华 学校的时候 我当时 从中华九十一盒 走 去 幼虹经 我那时候学校都叫做幼虹经 我感觉到 幼虹经很有规模 那个很有规模 那个很有规模 我现在说幼虹经 我小时候去看幼虹经 那个寺庙里面相当树木威延 里面或许有一些 善然信理 给我的感触 我对里面的很尊重尊严的气氛 我耳濡目燃 我耳濡目燃 所以说宗教欠人行善 所以说从小的观念 我又想起来了 幼虹经旁边有一间 幼虹贵 幼虹贵 逗年又配幼虹贵 四年我三年以前 我在中华街九十一盒 但是每天是消灭 相着 斯燕 上海 摇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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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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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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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